Waiter,他怎麼不理我啊? 明明在美國你大聲說Waiter是不禮貌的啊 那應該怎麼說呢? 來,沒事,我先叫你啊 最近一般來說,外國人在當地不會說 Waiter 或者 Waitress 這個是不禮貌的 他們會說 Excuse me Excuse me Very good 那比如說,如果你想借過一下的話 你也可以說 Excuse me, I'm sorry, 就可以的 那如果服務員過來,他可能會問你 你想點什麼菜的 那這裡有英文怎麼說呢? 不知道耶 沒事,我先叫你啊 這個就是 What would you like to order? What would you like to order? 你覺得非常不錯的啊 那我們去學習一些非常信用的單詞 比如說,開尾菜的英文叫什麼呢? 它叫 Appetizers Appetizers Very good 那其實我們還有一個單詞是 S 開頭的單詞 你知道是什麼呢? 我不知道耶 沒事,除了 Appetizers 我們也可以說 Starters Starters Yes 所以其實外國人在日傳口語裡面會互換使用這兩個單詞 Appetizers or Starters 都可以的 那有可能你想點飲料的啊 那這個叫什麼呢? Drinks Very good 那比如說可樂呢? cola 不能說cola 這個有點奇怪 你可以說 Coke 就可以的 Coke Very good Now,我們先造句啊 比如說 I'd like to order 等等 比如說 I'd like to order some Starters Some Appetizers I'd like to order some Drinks 就可以的啊 Oh,好,老師 那我想點土石應該怎麼說 這樣子 你可以關注 我每天都有教導 Oh,老師 Gro 好,老師